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在两岸官方互动近乎停摆下了第14届 海峡论坛12号起连续几天在福建厦门举行 因为疫情所以采取到现场参加 还有线上合并的方式来进行 而有媒体报道台湾有将近2000人参加 不过对于两岸民间短暂几天的交流 落会在日前已经示警 这是中国大陆的对台统战工作 言下之意是中国大陆另有政治目的 但指的是哪些意涵 中国大陆采取哪些做法来推动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 过去几年曾经受邀请往中国大陆 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 理事长王坤毅 以今生参与的经验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理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统战统一战线 这样的字眼 听来台湾民众会觉得政治的味道很浓厚 是有这个政治意图的吧 也可以说是纳维几方的一个意味吗 如果就中国共产党来说 它是一种壮大或扩大自己势力的做法吗 基本上统战两个字在中国来讲的话 等于是拉拢跟他不同阵营的一些人 还有各个层面的人 有目的性的拉为自己 作为一个自己阵营的一个 不管是朋友啦 或者是接受他的这些理念的这些人 那统战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他 你就跟着他走 你不喜欢他 他就把你当成敌人 这是一个恶分法的 在中共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大陆内部 谁要是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 基本上都会被不只是查水表 都会被抓去判刑 叫做颠覆国家政权 再判刑就是了 所以他们对于这些特别对他自己的人民 你如果不服从中共 这是共产党的领导的 那么他的一个周围 这是很严厉的 还不像我们台湾 我们民主国家就是说 有不同的意见 我就自己组一个政党 来跟你对抗 起码再用选票来决定一切 在中国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他只有一切以党领导 以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的一切 所以在党国一家的时候 你只能接受他的领导 你不能反对他 他们要把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圈子 变得越大的时候 他当然就要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人进行统战 对国外呢 那当然也要统战 那么这个东西是 就是面临第三国际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 要统全世界的人的战 所以范围是很广的 无所不包的 而且各种人种都是可以统战的一个范围 好是 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国 一体嘛 党说了算 那么对照在台湾 我们是政党竞争 比如说年底就要九合一选举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像我们的台北市长 是台湾民众党主席 现任的了 那下一任不晓得是谁 但是比如说台中市市长 是国民党籍的卢秀燕 那在民进党籍执政的 桃园市长郑文灿 是民进党籍的 所以就是政党竞争 这很不一样的 所以刚才教授您提到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 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好的 我们就回到这海峡论坛 是在2003年的时候所搭建的 其实回顾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台湾首次 有民主进步党执政的时期 那么由两岸的民间团体组织所搭建 陆美就这样报导 包括中国国民党的清工总会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 共同来主办 那么回首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 建立这样一个交流平台 应该是很不容易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两岸力争主权 那么之前又有国共内战 这样子两党似乎是握手延欢 但事实上两党当时各有什么样的思维考量呢 最重要当然是中共要先拉拢青年 所以它20年前 它就是跟台湾的一些青年团体 作为开展海峡论坛的青年的一个论坛 当时不叫海峡论坛 它就是两岸青年论坛 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到2009年 才正式扩大化 那么在厦门为主 进行了这个海峡论坛 你看从2009年到今年就是世界 那等于是过去 拉拢台湾青年 它觉得成效不错 所以它就把它扩大化了 等于各行各业都可以参加 以现在目前的海峡论坛来讲的话 就因为现在是疫情 去人比较少 那么在疫情之前的话 它真的是一次可以有 两千多人去参加的 就台湾了 这个参加的包含了 政界的 学界的 甚至宗庙 这种宗教界的 还有民俗 所以它是各个层面的 还有原住民团体 太多个别的邀请 整个海峡论坛是一个 总和的 一个概念的一个论坛 但是它又有各分论坛 譬如说 它邀请这个民俗学者 然后去谈中华文化 以及台湾民俗 台湾文化 类似的这种概念 那这个就是一个分场 如果是邀请政界 当然就谈两岸如何统一 因为会去参加了 大部分都是统派的居多了 早期还会邀请民进党的 现在几乎都是不邀请 利盈的人参加了 如果跟政界的谈 就是如何共谋统一 类似这样的讨论 那学界的话当然 学界有各种不同层面的人 有历史学界的 有科技业的 所以它就有不同的一个分论坛 然后来过成一个整个大的 一个海峡论坛 就这样子 非常谢谢教授告诉我们 从2003年开始 那么中国大陆当时 有一个青年的论坛嘛 那2009慢慢扩大 刚刚教授你有提到说 如果回顾到一二十年前 中国大陆的对台青年的工作 做的成效还不错 所以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看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经济发展 还不错的时候 所以他们对台的工作 到底是做了哪些 所以成效不错 所以他们也慢慢的扩增到很多的层面 包括学界 还有民间的一些基层团体 交流也都有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 吸纳台湾学生到大陆去就读 特别是去那边练研究所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把学生吸纳到那边去做 学术研究的话 或者是练研究所的话 这是改变学生对于中共政权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法 通常像我们如果到美国去留学的话 他也是一样 会改变这些去那边留学的人 对美国的一个好感 所以这个是一个用交易的一个方式 来影响了对于这些青年学子的 意识形态或者观念 通常你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如果你是独派的 大概很少会选择到大陆去留学 那你一定是对中国有所向往的人 才会到大陆去留学 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就对这些行政当然就有更强化 对中国认同的这种效果 这是一种 因为总共是说 吸纳很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去创业 或者是工作 让他们跟着大陆的经济的发展 共同参与他们的经济的一个成长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这一次有一些台湾青年在那边创业的 就很感念这个习近平写信给他们 让他们很多诱惑 优待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们就觉得说 只要有专长肯努力的话 在大陆都可以发展自己的一片天地 等等的这一种 那么这是属于创业方面的 所以他也鼓励很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去创业 后来到18年左右 他们又为了吸纳更多台湾青年 他们也在厦门社区 聘请主任助理 也就是等于我们的类似总干事一样 村总干事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作为 每一个月的薪水有将近一万人民币 差不多四万多 四万多 那你在大陆来讲 如果是在农村做这种村总干事的话 他那个消费很便宜的嘛 所以以台湾现在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的话 大概三万多块钱 四万多已经算是很有吸引力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创业 或者是你不想到工厂工作 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人 你也可以到社区去做这种主任助理 等于社区服务的一种工作 80那一年我去参加的时候 也去参观了这些 实际上在那边总是社区总体营造 台湾的这种社区中就营造了这种经验 然后就到大陆的农村去进行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改造他们的农村 这方面台湾今年倒是贡献了很多他们的一个智慧就是了 就是也把台湾的力量注入进去 台湾在社区总体营造的确是有蛮多非常好的宝贵的经验 但是现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政治力是不是有些介入呢 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的 刚才提到说邀请台湾的参加对象 教授你提到民间团体的学者学生还有青年朋友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论坛当中 中国官媒还特别报道 刚才教授你有提到了 有台湾的学生写信给中国大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么学生写信的内容详细 没有完整的披露了 但是却有习近平回信的内容特别有提到 就说得知你们因为海峡青年论坛 同大陆结缘在大陆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历经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感受到了两岸同胞一家亲的热切感情 这是不是也让听众朋友嗅到一点所谓的统战的味道呢 不过我们真的也要强调是 其实在台湾这也是民众的自由意志选择 就是说你要不要去参加了 是不是接受他的所谓的这个立场 那么在台湾或中国大陆念书或就业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几年或许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国大陆是暂停的路生来台 另一方面则是提供更多给台青旧学旧业的便利跟优惠措施 所以这个我们也都可以一并观察 那么稍后我想在节目的后半阶段 我们就要请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 你刚刚已经分享了过去曾经受邀请往中国大陆 谈到的是社区总体营造的一个参访 那我们再来谈谈 如果说论委会每年这个时候就是会提醒 这或许有些统战的意味 那你有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动的安排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ng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一教授 针对有关海峡论坛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互动交流 因为路委会定调它是一个中国大陆对台的统战对话的平台 我想中国大陆也希望是不是能够促进两岸交流增进了解 那么重点是每次我们看到了 中国大陆的官方他们的谈话呢 都会听到就是九二共识或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在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大会当中 中国大陆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也发表了对台的谈话 他还举了这个正成功收复台湾为例 强调两岸的凝聚力 让没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惟 把台湾从祖国就中国大陆怀抱给分裂出去 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关系就能够改善和发展 台湾同胞就能够受益 话听来好像是就调重谈 不过教授您又怎么样来解读 重点是汪洋他身为政协主席 外界会这么认为他是对台统战的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那这番话他又举了这个正成功收复台湾为例 来点出不容分裂出去 但是这个立场又再度提到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二共识 这样谈的话 想见就是跟民进党互动交流就比较不可能了 基本上他们是有前提的 就交流方面来讲的话 两岸的交流 那民进党是希望没有前提的 什么无所不谈 那么这个所谓前提当然就是九二共识 那民进党不能接受九二共识 是认为就是说九二共识就是你说了算 一中言则其实就是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民进党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九二共识的 那既然一个坚持有前提 一个坚持没前提 所以就没有对话的基础 中国常会讲说九二共识定喊神针 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 如果不是政治对话 那你是谈商业 谈什么 其实那都不是问题 但是要谈政治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他来讲就很坚持的 那所以为什么2016年之后 那两岸的政治上的对话就停滞了 那主要是因为双方面各有坚持 两岸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一次蒙羊讲话里面 在重提这个九二共识一中言则等等这些 希望能够对台湾喊话 对民进党喊话说你只要接受九二共识的话 那两岸就可以继续互动 共农这个发展等等这样子 这个也代表了就是说 大陆目前对台的政策 和平统一的政策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一直在担心说 它是不是会改变 这个因为有俄乌战争的一个问题 那改变对台湾的这种 所谓和统的政策变成武统呢 大家会担心这些 特别是这个中共的战机三部天天都在这个西南海域 这边绕来绕去飞来飞去的 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担心 甚至于美国前印太司令去年就开始意估 六年内在中共就会攻打台湾 就是2027年这样子 我们如果估计2027年的话 大概就是习近平如果言论第三任 那么接下来第四任 他还要用什么样的理由继续延续下去呢 所以这个东西会变成 大家比较忧心的就是说 两岸会不会可能发生冲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不管是王毅啊 在20国集团会议啊 就G20的这个会议上 他也重申强调一种原则 那汪洋呢也一样的 在这次海峡论坛里面一样谈九欧公司一中原则 一个外道啊等等的这种军事的行动 但从这一个 汪洋的讲话来讲 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不会了 所以解读他们的那个讲话来讲的话 看似无异 因为都是老生常谈 但在什么时间点 讲出什么话 它的意义来讲的话就不一样 既然还会来谈九欧公司 还希望跟台湾助谈的时候 那就代表就是说和平还是他现阶段的 绝对两岸的统一的一个手段 所以就不用担心武统的 是那是合同的话 但是对话也很重要啊 这两岸各力争主权嘛 就是我们看到像美国还有中国大陆 这几年大家会觉得 他们的关系是趋于对立 但是他们还是会管控 所谓的他们不同的主张的分歧 会管控冲突还有对话 但是两岸有可能对话吗 好以这个海峡论坛来看 又设定了一个门槛 必须要有前提 那这样跟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也没有办法来对话 这样子对于这样的所谓好 就算中国大陆统战好了 我们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商品要精准行销 才是有效的 那你这样怎么沟通 怎么样有互动交流呢 不太能够理解老师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在胡锦涛时代的时候 他们认为就是说 民进党应该不是铁板一块 不是那么顽固就是的 所以还愿意跟 实际上跟民进党的党员 那么接触 这几年来发觉 民进党是名望不灵 对他们来讲 所以现在这基本上 就是不跟民进党接触了 所以他的统战 也不想统战民进党人 放弃了吗 因为从2016年到现在 九二共事不承认 六年了 因为他们要的答卷 蔡英文总统 还没有完成 他们就算了 不跟你玩了 那就自己玩自己的 那在玩自己 像这个海峡论坛来讲的话 他邀请的是台湾各界的 他不见得是邀请政界而已 政界像这一次去的新党主席吴辰典 还有台湾统盟的七家零主席 这些都是集统派的 所以他们不用去参加 在台湾也很统 所以不需要统战他们 那只是一个代表性而已 就是说台湾还是有政界的人来参加 但是他主要的还是有其他的各种分论坛 就是非政治性的 就是邀请很多台湾各界了 因为现在疫情 所以很多人是不过去的 就用线上的这种对话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次由国民党的副主席代表叫夏立焉 那么线上对话就不过去了 那以前的话 这个朱立伦还会自己过去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如果可以接受隔离 然后到那边去 甚至于就本来就地在那边 就学就业的这些青年 他一样可以参加海峡论坛 那这些呢 说实话就是变成大拜拜了 你们这些愿意来参加的人 就是对大陆还有一点向往 或者是对大陆还有一点 比较这种亲和的这种群众 那那些死鹰派的台独 他都放弃了 在台湾特别支持民进党的民众 也不太会去参加 因为民进党把它界定是一个统战场域 所以基本上这些胜利的人 也不太可能会去参加 那大陆在邀请的对象里面 也尽量都排除掉这种所谓利盈的这种人士 所以在场来讲的话都是一片和谐了 大家反正就是到那边吃吃喝喝 然后大拜拜联络一下港琴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而已 所以实质对台湾的这种影响 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意思就是说就像台湾 你支持国民党就支持国民党 支持民进党就支持民进党 你要改变也不太容易了 那同样的大陆现在也知道了 你愿意接受共产党的这种想法 或者这种生活方式的话 那就去吧 你不愿意接受就不用来了 类似这样子 他们一开始就是分得很清楚了 是教授 接续你刚刚提到说 他们这个海峡论坛的举办 就是他们也深知可能对台湾 也许没有什么影响 他们已经设定了一些条件 有些是所谓的放弃 比如说跟民进党所谓的主张台独 他也不再邀请或跟他们互动交流 但是我们要让中国大陆知道 就是说那台湾的民意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从近年来的一些民调数据 不管是官方就陆委会或民间 所做的民调都会发现 比如说有将近九成 比较支持政府捍卫我们的主权 那其实换句话说 其实对于所谓的一国两制 也比较没有这样的支持的声音 还有也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还有这几年国际间 也在关注台海的情势 欧战争也是一个让大家又开始关注 那台海是不是情势会比较紧张 愿意上战场保卫台湾的比例也不低 我看一些数据 就是一些民调都还有七成左右 但是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海峡论台 希望能够促进交流 但是却又设定了某些门槛或条件 或持续在做 你怎么样来看 我们会认为说 你这样的统战是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中国大陆依旧还是持续来进行 这所谓的对台工作 那他们的一个做法 你怎么样来解读他们的思维呢 这个东西因为久了以后 就变成一种仪式性 就像夫妻间结婚计刃日 久了说实话也没什么特别意义的 但它就是一个仪式 就代表两个人还在一起 那既然从09年正式举办海峡论台 以后到现在14年了 如果突然有一年中断了 那大家是不是紧张 那大陆是不是对台的政策有变了 你不要小看这个论台 好像是表面上是统战的工作 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仪式性 然后对于政策上的一个监视的作用 所以不必然就是说 如果会把它解读都是完全统战的这个工具 那当然是统战了 但是也不要忘了 它也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宣誓 就像每一年都要举办这个国庆日的庆典一样 如果哪一天突然不举办了 不觉得是国家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况这些不只是海峡论坛 写出很多像以前这个我们叫三台会的 就是全国台联 还有斯科研台研所 全国台湾研究会 三个社台单位举办的这个三台会 每年夏天都会举办 那为什么要举办 主要都还是跟台湾的这个学者交流的 学界交流的这个会议 如果你不举办就感觉好像他们的政策 是不是要跟台湾把学界往来了 所以他每一年一定会举办的 那这一两年这个三台会就有一点类似没办了 没办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疫情 大家都不能过去了 很麻烦 然后他们尤其像今年 随时可能都要封控 那你这样的一个封城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台湾人过去也很麻烦 万一你要举办 碰到封城的时候 你等于都回不来 所以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可能就不办了 但是他不办 那么国台办的这个海營中心 他就要出来举办 所以8月份的时候 他们还有在郑州会举办一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来讲的话 你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告诉你就是说政策还是延续的 是一种疑似性 有疑似感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也不必然就是说 非统战你不可 尤其是像这种学界的交流 到底谁来统战谁 都一样嘛 相互的嘛 学者也不会说你统战我就 我就接受你共产主义 也不必然 不必然是这样 对他们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仪式 你看说以前还会举办国共论坛 这两年都不举办了 不举办了 是 因为就发觉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从江几层到现在目前的助理人来讲的话 他们的政策 好像对中国公司不是那么接受 那么接受 对 所以他们就不办了 不办那个国共论坛了 那这样的情况 你是不是觉得说 原来这个大陆对国民党可能真的有意见 所以他就不办 同样的民党执政以后 他又不跟台湾进行政治会谈 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的政策中有变 但他也要告诉你说 我合同没变 所以我就要继续的举办海峡论坛 继续的举办这种 类似三台会的这种工作 延续他政策 并不是说 真的举办这个会议 那能统战多少人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线上的 这个交流 您统战的效果 当然就不 亲自到现场 但是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经费 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变成就疑似感 特定的这个时间点里面 就要举办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一样 然后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政策没变 就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教授您的解读 这个合同政策是没有变的 那这个海峡论坛持续来举办 不武这个统战的目的 但是重点是 也许它的效果不如 我们认为是有所谓的预期的效果 但是政策宣示 有这个仪式感仪式性 还是需要的 重点在于 整个国际形势也有很大的变化 包括刚刚提到 国民党内部对九二共识 是不是还是坚守支持的 那么民进党方面 从2016年到现在 也没有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 所以我是觉得 这样一个现实 还是要去认知 刚刚老师举例的非常好形容 就像夫妻之间 感情年年都有结婚纪念 但是是不是 某些质变已经开始了 是不是 要有更 不实的一个认知 才能够正视两岸之间的 一些问题 或进一步有对话 或互动交流的可能性 好 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 毛昆毅教授解析 这几天在中国大陆 下面所举办的海峡论坛 对于两岸的互动交流 具有哪些政治意义 非常谢谢 王教授 谢谢您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